调香师联动时装实战 这边的话我们来一把调香师的联动时装实战 时装的话会有那种 类似于气泡的一个特效 有三个泡泡 其次它那个发卡也有一个发光的效果 另外这款服饰的话 我特别喜欢那种蕾丝 应该是蕾丝吧 这个手套 蕾丝的手套 我操他竟然有木炭了 他木炭怎么这么快啊 这厂长木炭这么快的啊 哎哟 我要送奥杰了 一人送二点 我们先拉点吧 他有闪现的 然后出一阶了 哇 这长长木炭好快啊 这边要小心他的闪现 感觉他应该要换抓了 还追吗 有没有对我有想法呢 好像没有 那我们这边的话修下那个墓地的吧 我没有想到他木炭好快啊 我也没有他砸了板子啊 这厂长的木炭挺快的 我们再看回这款时装吧 有一种长短 长短桶卧是吧 哈哈 这时装特别的显瘦 另外有粉丝说 这款时装的灵感 什么冰红茶 还有那个什么卢卡那款 时装落花香啥来之 也是一种饮料 我感觉的话 跟饮料然后联名出一些 衍生时装也挺不错的 是不是 另外他这个发色是那种 蓝紫色的一个渐变 挺好看的 发色也是有一个非常喜欢的点 还有他这个时装好多发卡 有没有发现 腿上面有发卡 服势上边也有发卡 袜子上边也有 有很多 这厂长到现在都没过上一个人 哈哈 哦 看 看 哎呀 啊 空了 闪 要闪 我们这边去救人吧 队友两台电机差不多了 这边我们可以卡 别碰流 不过这 那我们去捞一下吧 等密码机加好吧 然后顺便等下队友贴门 等队友去贴门 或着急救啊 我们尽量做到密码机开的同时 队友也可以同时点门 我们这边可以卡肥烹流 监管者闪现已经用掉了 开吧 他想丢那个了 对 对 车友贴门 有点慢 哈哈 这监管者干嘛 有幽臂的 走吧 好像追祭司去了 等会下把我们来 把那个 国服的国际服的专属过剑 结束搭配 联动时装一个实战 这个脸膜你们觉得怎么样呢 这款实战一个脸膜 嗯 这也有点奇怪吧 好巧啊 他把弹出去了